这一间咖啡店因为它有名的不只是咖啡 甚至连老板的手艺都是远近迟迷 因为这个老板的绘画功力是相当了得 甚至会先观察客人的外貌神韵 作画描绘在杯子上头 最后再冲泡咖啡 端上这个特制独一无二的咖啡 所以送上去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样子的礼物 真的是相当惊奇 许多客人也都慕名前来 嘉义尼兄这间咖啡厅 老板不是忙着煮咖啡 而是先拿起画笔 在杯子侧身上头作画 趁着客人点餐前的空档 仔细描绘长相神韵 画出客人的脸庞肖像 成了专属具有纪念意义的杯子 我们卖的其实不是咖啡 是一个感动 对 因为我们是免费帮客人作画 老板高国芳咖啡店开了八年 除了煮咖啡 画图也是他的兴趣 杯子上的肖像就画了超过六千个 没有额外收费 就想给客人一份惊喜 作画给客人的 也数不清张 然后就是今年累月 然后发现说 诶 客人开心 就是我的开心 画过不少名人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嘉义县长翁张良等等 像刚呼女神高嘉瑜这个肖像 精准抓住神韵 连本人也亲自来粉砖 PO文底下留言 而老板更紧追时事 棒球经典赛 啦啦队女孩 联香跟群群一样作画在杯子上头 有客人看到立刻下定买走 每个杯子都不一样 他也很喜欢他画的画 他又写一些绿智人的画 微妙微笑 所以等你收到的时候 那种新奇是怎么样 就是觉得有种小切性的感觉 自嘲起初真的画得不太好 久而久之才渐渐抓住神韵 利用冲煮前短短的十分钟 画在杯上 让咖啡不只是咖啡 而是份独一无二的神秘礼物 记者张俊荣 嘉义报道